字幕君 哈囉大家好 我是DN 今天我們鄉野巡奇 非常的臨時 來得很突然 這是一個網友所推薦給我的一個 在他們當地 非常特別的一間小廟 那這間小廟呢 它是沒有任何的文獻記載 也就是說你在網路上搜尋 萬名古女神也 是有這個資訊 但是它只有這一個建廟的資訊 但是卻沒有這一個女神也 又或者是說女神也 它的一個相關記載 也就是說 這一間小廟有可能是當地人 他們自己所信仰的 就是他們可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 然後才供奉了女神也 原本一開始是只有一塊石牌 後面才幫這個女神也雕刻金身 那這個石牌上面是寫女神也 但是在它的神桌底下的這一個紅布 上面是寫女神也 兩種的講法其實都是可以的 那我們現在位於這裡 其實這一條算是祁山的一個區域 這邊算是要通往祁山那裡的一條路 這條好像叫花旗一路吧應該是 我們剛才找了一下子 因為我們騎 有時候騎得很順 那就會沒看到 那剛好旁邊它這裡 有一個很像是 應該算是廢棄了 對它已經算廢棄了 然後剛才一來 我第一個先看到的是這個廢棄的地方 這是職業病 對那這一個地方呢 我們就帶大家進來走走 因為有觀眾跟我講 那我們鄉野巡奇就是秉持著 有這個資訊 我們就帶觀眾來走走 它這裡其實非常的特別喔 它這邊有一個 有點 我覺得有點像日式的那種感覺 它不是那種 有很多雕刻啊什麼的 它就是很簡單 一個這種外部 它就是用這種砂石 這個就是他們的金螺 那因為時間久了 這個香火可能也是算 蠻頂盛的 燒金爪燒得很多 所以就是過熱 它就裂掉了 熱帳你說 對然後它就裂掉了 那我在想應該白天的時候 會有一些當地的祈禱 他們可能會坐在這裡 因為它這裡有特別設計 一個這種就是 讓你來到廟方這邊之後 可以坐著 因為我們剛才來的時候 很特別 來的時候沒什麼風 那因為我想說要拍攝 秉持著我們要禮貌 所以說我就先點三柱香 先跟女神爺說一下 那它這裡就有寫 神爺靈感純千古 另外一邊 龍女孝恩救眾生 我自己這樣子猜啦 因為畢竟它沒有文獻 我在想會不會說 女神爺又或者是女聖爺 他有可能是兩個 不一樣的神明 就是說他們當地 可能是古時候的人 那他可能對當地有所貢獻 所以變成說當地人 就幫他供奉 然後可能就是讓他有一個神格 在這邊就是想萬人的香火 當地人 就來這邊參拜這樣子 我自己的猜想是這樣 因為 女生 但是最後面一個字 又是爺 然後他這邊其實已經 建廟非常久了 所以他這一塊石牌 你們可以看到他 其實是 有一點歷史 就是 他當初 就是修建的 這些樂捐的名單 都有在上面 那 時間其實非常久了喔 他是甲子年 12月15 竣工的 就是在 這個時候完成的 那甲子年 其實就是我們民國73年 所以他這間廟 是 非常久的 一個小廟 他的這個 建廟時間是 不輸給現在很多大廟 女聖爺他的今生 其實坐的 呃 看起來是 坐在一座山上面 然後非常的優雅 就這樣坐著 那手上好像有拿著 不知道是一支東西還是一個卷軸 我可能是書卷這樣子 我在猜 應該是 那其實他們當地人 也都會來女聖爺這邊 拜拜 他們會準備一些 香粉 然後還有一些 殘香 那這個是我剛才幫 女聖爺點的 因為 我們來到這邊 就是要有一個禮貌 所以我有先跟女聖爺說 打擾了 對 我現在 我自己長進 然後就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女神爺 他這邊的一個外部 他其實就是剛好在這一個工廠的外面 然後就這樣子 蓋了一間廟 然後他這裡綁了一條白色的繩子 就不清楚是什麼作用 綁在這個地方 這邊跟大家說一下就是 這個應該都是信眾 信眾他們幫女神爺做的這個 一塊這個布 對 但他這邊就是 他也沒有放那個香油錢的桶子 然後 也沒有放金爪 所以說如果來這邊拜拜 你有要燒金子的話 你就是變成要自備 他上面的石牌是寫 萬名古女 聖爺 但是 底下這邊 是寫女神爺 我在猜想會不會說 可能這個信眾啊 他當初做這個的時候 會不會是 沒做好還是怎樣 又或者是說 其實兩種說法都可以 對啊 因為石牌一定是最久的 他這個石牌一看就是 非常久 因為他早期可能有因為 地震啊什麼的 其實他這個石牌有裂掉過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這個石牌是有裂掉過的 有重新做修補 甚至他原本其實一開始是沒有這個金針的 他原本是只有這個石牌 然後 後面才有這個金針 對 所以他其實 你們可以看到他旁邊這裡啊 都有因為一些 天災啊就是地震啊 其實他這個神桌 都是有裂掉的 都有龜裂 這樣子沿過來 對啊 因為時間也久了 從民國73年就已經有 因為這個觀眾他就是跟我講說 他是當地人 那他自己本身是沒有來這邊拜拜過 但是他就是在想說 欸 他問 他問我說 這邊這樣子算是email嗎 還是 算什麼樣的 那我就跟他說 我看起來的話也不清楚 但是我覺得 可能一半一半 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一些文獻記載上面 可能沒有看過 這樣子名 這樣子的名字 的神明 以我自己的想法是 不論是正神 又或者是 音廟 姑娘廟 萬英公萬英罵 這一類的 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只要說 他會幫助 信眾 那這樣就是一件好事 那 非常多的 萬英公萬英罵 或者是像這一類的 其實到後面 他都是會 晉升 有神葛 包括之前 新聞有報過啊 萬善也 然後也 神葛 就是有靈子 然後就變成正神 對 所以這個都是 有存在的 那雖然說 這一類無形的 無形的說法啦 因為畢竟 有的說 他去受封了 已經成為正神 但這些 我們並沒有看到 那都是透過人跟人之間 口耳相傳 然後可能 我去告訴你說 他已經神葛了 那 有的很願意相信 有的很不願相信 所以信仰其實是 看自己 怎麼去看待 所以說 無論 女聖爺這邊 他是屬於 音廟 姑娘廟 或者是萬英公 這一類的 我覺得這都沒關係 只要你來拜拜 你 你求的 你的心是善念的 我覺得 不論是哪一種 他都願意幫助 然後 我講到這邊 風開始起來了 給你們看一下 我邊講 然後開始 開始一直起風 剛才又沒風 可是突然間又開始有風了 我剛才來的時候也是喔 我還沒拜拜之前都沒起風 結果我三柱香插下去 然後我點那個香粉 就開始一直起風 你看 就一直起風了 對 那我剛才講完這段話之後又起風 所以我覺得可能 女聖爺就是有點算是在 顯現給我們看啦 他可能也覺得說 我這樣的說法其實就是比較 中立一點 也比較不會有攻擊性 就是說 我們不要去評論一間小廟 或一間大廟 有自己的信仰 有自己的心靈寄託 就是一件好事 好特別的一個名字 對啊很酷耶 萬名古女神爺 女生跟爺制竟然加在一起 我在猜想會不會是古代的時候的那種女將啊 就是那種女武將啊 然後可能就是過世之後 然後就是他有一些事蹟 然後才被當地人一直這樣子把它紀念起來這樣子 好那以上就是分享給大家啦 如果有興趣的人來這邊走走 然後就在網路上搜尋 萬名古女神爺 就可以有相關的導航資訊了 那我們就下一部鄉野巡奇見囉 掰掰 有一個出名的 有一個出名的 可以送你 可以送你 我可以送你